哈喽朋友们,你们好呀 这里是伊豆之旅的第二集咯 现在我们坐上了堂堂岛洞窟的游览船 这里离我酒店非常近,走过来也就五分钟左右 今天的海好像是比较平稳的,船体也没什么摇 我记得在我步入小学五年级的那个春假 我带奶奶和外婆来过这里一次 印象中那天的浪是比较大的,船摇得也很厉害 然后我刚刚上网查到,有不少评价说 这里常常会因为海浪太高而停止出航 有的时候船的上下波动,连大人都会觉得有点恐怖 既然有这样的评论,我就还是分享给你们知道一下啦 不过我自己是觉得现在还好 船一路开出去,头顶的广播会一路介绍周围的风景 听得懂日语的朋友,听听是会觉得蛮有气的哦 刚才船开出了被两块石头包围的海湾 到了外海,这海浪一下就大了 我现在突然理解那个评论了 船体上下颠簸,超厉害的 幸好我是坐着的,如果我是站着的话,一定会站不稳 而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外海的海水颜色,由刚刚的蓝绿色,突然变成了暗蓝色,颜色变深了耶 这里是堂堂岛洞窟,我们要准备进洞啦 这个洞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有这样一个椭圆形的天窗哦 好神奇啊,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 诶,然后那边有一个划着独木舟的人诶 而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的海水颜色又变回了刚开始的蓝绿色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里的海水比较浅呢 这里就是刚刚那个天窗啦 我现在出来了 我们搭乘的这个船,它的船尾是露天的 在这里可以不用戴口罩,但是要穿救生衣哦 救生衣这个船上也是有背着的 而且船尾就必须站着了 不过啊,没有了窗子 这里的风景看着好真实好漂亮呀 现在一路开出洞口 我们要准备开回岸边咯 这个海水啊,你们看 真的是比东京湾的要好多了 好漂亮啊 感觉就是画里才有的颜色 这里是阿亚伊萨基,艾缝角 在伊豆半岛的沿岸,十郎岐的入口 站在山崖上 看出去的景色非常宏伟 我现在的影片没有加滤镜哦 我都快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不过据说这个景点建议上午来 风景会比较好 这里拍出去的照片啊 其实它们是非常坚硬的 里面还布满了许多气口哦 开到外海,海水颜色就变成了深蓝色 船只的颠簸幅度也明显了许多 这艘船会带我们看伊豆半岛对南端的动态海洋 穿梢在比利州海岸 据说在某些时候,海水是透明的海底酒一览 我们要去看被誉为奇岩的 Mino Kageiwa 这样一趟凌晨大约会有20分钟 个人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啊,忘了说一件事了 正如你们镜头所见 这艘船上下摇的超级厉害 已经到了一个成年人站都站不稳的程度了 我是一直坐着摄影的 影片中的手臂是一位男乘客想站着看风景 结果就只能紧紧的抓着窗帘上的铁杆子了 真的超级颠簸 太小的孩子或者容易登船的人 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啦 这艘船真的是我迄今为止搭乘过 最摇晃的游览船了 现在我们快要靠岸了 你们面前的这些岩石应该就是Mino Kageiwa了 在刚刚沉船点的旁边 就有一个灯塔 它就是史奇狼灯塔 这个灯塔的两侧都是大海 所以风景非常漂亮 拍出来的景色也很美哦 你们看这个楼梯真的超陡的 我们要走下去去那边 那里也就是整个伊豆半岛的最南端的陆地了 然后两侧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只是这个楼梯真的我觉得它比长城还要陡 站在最南端可以眺望到伊豆群岛 在西南方向有三载岛和玉藏岛 南方有新岛 东南方向有大岛和丽岛哦 在黄昏前我们赶回了酒店附近 这里是位于黄金旗公园内的黄金旗海水浴场 这里的沙滩全长有一百米 不过说是沙滩 主要都是由碎石组成 而且我看都是大块的石头 应该是不太适合细水玩耍的 大概也就只能在黄昏赏日落的时候来看看了吧 在开车十分钟的地方抵达了另一个景点 大田子海岸 这前面是由碎石铺成的沙滩 不过现在被防海啸的堤坝挡住了 进不去 今年开海的时间好像特别晚 这里已经可以看到田子岛 沙滩的地理位置很好 最适合看夕阳了 据说在秋分的时候 太阳会正好从两块石头的中间落下去 这两块石头 一个是代表南的石头 一个是代表你的石头 还是蛮有寓意的啦 只不过现在的夕阳也只剩下一点点余晖了 晚上的时候进去泡个澡 享受一下 第三天的一早 我们来了三四郎岛 这里离我的酒店非常的近 走过来就几分钟的路程吧 面前这个景观好神奇啊 退潮的海水为通往小岛让出了一条小路 这个是天然行程的哦 之前我看到这类照片的时候 还都以为是人工的呢 每年的二月份到九月份 早上九点和晚上九点都是潮水水位最低的时候 可以在这个时候走到岛上去玩一圈再回来 等到下午三点的时候 这条路就会被淹没在海水中啦 不过这个时辰每天都稍微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事先做好功课再来哦 回酒店吃早餐啦 每天自助可以拿的东西是不便的 不过这晚套餐会略有不同 不便的仍然是有一碟色拉和水果 不过水果换成了红柚 其他料理有凉拌海草 白生鱼的刺身 牛磅拌胡萝卜 这个叫牛磅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 有豆腐汤 然后味噌汤和配菜是一样的 今天还多了三个调料 包括梅子哈 还有小鱼 这里的风景很别致吧 这里是龙宫洞 它是一个海石洞 所谓海石洞 就是由海岸上的波浪 源源不断的拍打在岩壁上 日积月累 将岩壁最弱的部分打穿 所形成的洞穴哦 这个龙宫洞呢 就属于海石洞 而它原本也是由火山运洞 所形成的洞穴 后来呢 这个洞窟越来越大 顶部的岩石塌陷 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天窗 才有阳光照射进来 用直升机从上往下看 整个洞会呈现一个爱心的形状 也算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吧 这里是位于龙宫洞 不远处的田牛海岸 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 晴空万里 风和日丽 海水 碧绿碧绿的 真的很像夏威夷呢 这里离市中心已经很近了 我们打算去市中心转转哦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夏田市的市中心了 说是市中心 四处其实也没什么人 毕竟伊豆主要还是以旅游业为主的 那就请随着我的镜头一起 四处走走看看吧 这条路名字叫做 北里洛洞 是平滑川旁一条由石砖铺成的 七百米的小路 道路旁的建筑 富有一国风情 这里还保留了许多 明治时代和大政时代时 建造的餐厅和房屋 很古典很雅致 两侧还重有许多柳树 至于这条道路名字的由来 就要追溯到日本的江户时代的末期了 有一天夏田海岸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在他的谈判后 结束了日本锁国的时期 日本开始跟世界的其他国家开始贸易 同时也引进了许多西方的概念 彻底改变了日本的样貌 他就是来自美国海军的北里 他当时带领了三百余人的部队 就是经过了这条路 去跟江户幕府谈判的 直到现在 他来日本时的黑船 仍停靠在那边的岸边 这条路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而这段历史也是我在小学时就必修的 伊豆除了大海很有名 瀑布也是很漂亮的 这里是合金七龙 其中的一个瀑布 合金七龙顾名思义是有七个瀑布 而且这七个瀑布离得很近 全部逛完 步行也只需要一个小时 而且合金七龙还是一个温泉乡 到处都是天然的温泉哦 不过这里很多地上非常潮湿 还半有泥浆 所以建议大家穿着运动鞋来哦 这里是七龙的另一个瀑布了 只不过看完这个 剩下的五个不能带大家看了 因为我得准备回去了 不然的话就来不及还车了 车到热海时 途经了一家快餐店 就进去解决了晚餐 这个是前菜 前面是虾仁 后面是面包 主食我要了一碗龙虾意面 这家餐厅还不错 色拉以及甜点是可以自助随便拿的 吃完晚餐 这段旅程差不多就要告一段落了 那如果觉得这支影片还不错的话 不妨给我一个点赞和订阅支持一下哦 今后我也会继续努力更新更多的Vlog影片的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吧 拜拜